哈囉大家好我是BiAiBi 好久不見大家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的活動第二彈 沒錯就是咱們RD第二佛的活動 禮物骰子 這個時候已經不知道來第幾次了啦 那我們要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我們看一下左邊的畫面比較快 那我們這邊呢 這一次要累積幾個點數呢 總共全部加起來 不包含這個 總共是來到了171200點 那個點數要怎麼累積呢 來我們直接來看到我們的禮物骰子 如果你今天沒有禮物骰子的話呢 應該馬上一上線 就會給你一顆七等的 還是五等的 不管 反正那個等級呢 反正就會是最一開始的樣子 如果你有的話呢 你這一次就可以看到禮物骰子 開始累積了 那不管怎麼樣 你今天是新手老手 還是老屁股 這個遊戲的這個活動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個部分呢 是絕對要給他換完了 我剛剛忘記算到這15000顆了啦 所以我們在17萬顆裡面 還要再加上15000顆 總共是186200顆才對 那這一次上次是183000顆啦 反正基本上呢 都是18萬左右 好啦 這上面的30顆呢 是絕對要換完的 換完之後呢 等一下 還會有30次 正常情況下 我不知道下一次會不會有 但是應該每次都會有 還會有30次的用鑽石買的 那如果沒意外的話呢 這個鑽石呢 也是要給他買好買滿的 這樣的話呢 我們才可以在下一次禮物鑽石的時候呢 更容易的去升級 我們上一次啦 是13等 然後0顆 然後 然後那次活動結束之後呢 變13等 60顆 所以這一次活動 我們這個解放會變成14等 然後呢 然後再把買一買會變成14等又30顆 只是不知道這禮物鑽石升級的 顆數會變成幾顆 因為它的顆數比較不一樣 你看這13等只要90顆 可是這個下面的一般鑽石 它14等 卻要2000顆 所以我想可能是90顆之類的 好啦 那這個東西升級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一定要升級 因為未來這個活動呢 你會打比較快 而且 也可以增加 暴率 因為這個遊戲暴率到後面 其實沒東西可以升啦 所以你拿到鑽石就盡量拿 好 那為什麼要升呢 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每升級一次 攻擊力除了會增加百分之 會增加30以外 30超級高你知道嗎 你看攻擊力也才60 我加個升個一級 直接加百分之10的傷害 直接加百分之10的以上的傷害 對 那可以打多遠你知道嗎 然後呢 重點是我們的貨幣獲得週期 又再減0.7秒 所以我們原本假設 欸那原本是6等嘛 對不對 如果6等到13等的話 我已經減了4秒多了 而且今天官方也有說 他一開始拿到6等骰 跟15等骰 這顆骰子的速度到底有差多少 基本上差了將近兩倍以上啊 而且你看我們這邊減0.7秒的話呢 會變成8.7秒 如果這邊8.7秒的話 我們遊戲內升級 還可以再扣0.5秒 我們可以扣4次 所以總共會扣到2秒鐘 8.7秒減2秒是來到6.7秒 就可以跳一次 所以15等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6秒鐘跳一次 知道這個速度 其實會非常非常的噁心 18萬分的話 我們今天那時候 很像一局可以到1萬分 還是1萬分以上對不對 反正呢 這速度算蠻快的 可是跟黃金回合比起來呢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差距對不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活動的這個骰子呢 基本上還是建議給他換好換滿 鑽石的話呢 也給他買起來 準沒錯 好啦 那這個玩法怎麼玩呢 他1星就是跳1點 那如果今天他變成2星的話呢 就是每一段時間內呢 他就會跳2點 7星的話呢 就是單位時間內跳7點 所以星數呢 他是越高越好 但是呢 我們直接來使用一下吧 我們直接去那個練習模式打 對 練習模式呢 是完完全全不會給你的 當初呢 還以為 有沒有辦法在這邊刷 但是完全不給 我們先拉點起來 嘗試一下就知道 好 我們現在有禮物骰了 那我們這些直接全部丟掉 剛丟到一顆禮物骰沒有關係 好 你在這邊不管等多久 好我們等4倍 他永遠都不會跳 對 在這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來我們先離開一下 好 那如果今天是PVP的話呢 可能要對外才有辦法 好啦 那這邊的話我就不去嘗試 因為畢竟那個分數很虧 但是呢 基本上也不會有人用這一顆骰子 去打PVP啦 太浪費了 真的是太浪費了 好啦那這個骰子的正確用法呢 應該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流派 我不知道這一次更新之後 有沒有全新的流派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呢 通常都會是一手配上2月 2月 然後剩下的呢 全部都禮物 一手2月一選 然後全禮物直接給他打到底 會是最高的沒有錯吧 不然就用充電啦 充電應該可以更高啦 只不過你要去充電而已 那既然問這種隊伍的話 應該都是掛機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給他測試一下 我們在PVP的部分 也是蠻多人會問的啦 就是如果我今天一方加入 一方有拿 然後如果另外一方沒有拿的話 會不會有拿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目前的狀況 兩邊的禮物骰子呢 我剛 sorry 我剛跳進去了 好啦 兩邊的禮物骰子呢 目前呢 都是零片 那我們就走吧 一個按加入 然後一個按創建 好等等見 好那現在可以看到 雙方都進到場地了 對不對 我們這邊招骰 有了 已經有一顆禮物骰子了 好 只要這個時候呢 我們確定他有跳 我們就全部一起跳出去 等一下再回來 會不會看到兩邊都有加呢 如果會的話 那就沒事 如果不會的話呢 就代表說這個遊戲有暗改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呢 原因是因為我很像 我發現一個奇怪的地方 還是說其實上次 就已經有這樣子改版過了 好啦一樣 我們這邊應該看得出來 他跳了兩三次了嘛 對不對 來吧 我們這邊就直接兩邊都跳掉 等等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沒有 對 不能跳 兩邊都不能跳 一定要給他走到底為止 那我們再測試一個 我們一邊跳一邊不跳 然後我們活生生打到底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一次 其實是跟之前一樣啊 很像之前就已經不給跳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都要打到底才可以讓你去動 如果今天有提早跳的話呢 都是不給的 那我們就慢慢來 我們等一下在最後再測試到 兩邊都 兩邊都不跳 好 我們現在兩邊都在遊戲裡面了 對不對 好 一樣進去 那我另外一邊呢 先一時一時召喚個兩顆 那我先把 我們的P大這邊的帳號呢 直接給他跳掉 來吧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打到底喔 這邊是跳掉的 那我們這邊來掛記一下 可以看到 對面已經消失了嘛對不對 3 2 1 好 那我們場上是有禮物骰的 前面也跳了一下 那我們就來等等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拿到 那我們這邊稍微給他加速一下吧 好 我們現在到了第三回合 OK 就直接輸掉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本帳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再把我們的 P大帳號給他開回來 好 這邊離開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呢 是有的 那P大的帳號呢 來 我這邊把他打開了 那我們準備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兩邊都不能跳了 如果未來的卡片 我剛剛是太早講 應該還沒進 還沒進 還沒進 我記得啦 應該是沒有 我應該是沒有 來 等他一下 怎麼那麼久 啊 因為他剛進去遊戲裡面 然後現在又等於是 從遊戲裡面出來 那我們這時候再看一下的話 沒有 欸 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在現場 一定要在現場才可以 那我們再掛一個最基本的 如果兩邊都在現場的話 應該就有了吧 如果兩邊都在現場 還沒有的話 我個人建議 就先不要去掛了 應該就會有BUG了 可是如果有BUG的話 應該早就會有人敲我的才對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當作測試吧 反正就是一個活動剛開始 先檢測一下有沒有BUG 那如果你要在PVP場用的話 我個人還是不建議啦 對你在這邊用 就算今天是 很像是兩個玩家PK的話 也是不會有的 你要用快速匹配 才會有那個機會 好這邊合成掉 OK 好那我就不要動了 然後我剩下要動的 就是召喚我們的禮物骰子 這樣子而已 那一樣 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吧 我這邊會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升級我們的禮物骰子吧 讓他跳的越多 我剛剛本帳是14片嘛 那P大那邊是0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下去有沒有 欸這就是標準的嘛 我今天我有帶 那對面沒帶 會不會出現 不知道他們有暗改 應該不會暗改吧 這個要暗改嗎 這暗改下去就很不佛了 你知道嗎 好我們現在打一下 是有到300滴耶 其實還蠻痛的 欸為什麼 他不是應該260滴才對嗎 對啊他怎麼打到300滴了 啊因為我升級了啦 忘記忘記 升級也會加傷害 好啦沒意外的話 應該第三關就會爆掉啦 我們看剛剛也是打到第三關 很像還是有機會 真的假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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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欸不行 多跳一塊錢 好啦 3回合4張卡片 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沒有辦法 我們P大這邊也可以拿到 我這邊拿到的話 應該是有的啦 26片 那P大這邊呢 他沒有帶任何的東西 12片 欸沒錯 那就非常基本的 該有的還是要有啦 但是你都要在線上 你只要跳掉的都沒有 好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就是咱們的黃金回合 要知道黃金回合裡面是可以加速的 那我們來給他感受一下 在隊伍設定這邊 有沒有辦法 把我們的禮物骰給他挑上來呢 其實我剛才已經看過了 不行 對 因為根本就沒有禮物骰給你挑 對啊 我應該是沒有漏看啦 就禮物骰是我們的英雄骰嘛 對不對 可是英雄骰裡面沒有任何 就是沒有那個骰子 對沒有那個骰子可以用 那我們的團隊積分 團隊積分也可以試試看 不行啊 這個還是說練習說不定可以欸 欸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來我們試試看我們試試看 等我一下 如果這裡可以的話 也不錯 好有了 看一下會不會跳 會嗎 他8個修的蠻不錯的 對啊 有耶 真的假的 唉唷 我剛26嘛對不對 那 雖然說很不划算 但其實 欸還不錯呢 可以用嗎 就一個人掛機的時候可以用吧 我再帶個魔法圖 對啊 唉唷 我是不是發現了什麼東西 好升級一下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隊伍 好我們稍微感受一下 好啦應該跳很多了吧 跳很多了 而且我現在第一階段 而且這一階段打15分鐘 好啦其實我硬要講 他效率一定不高 而且我只有一邊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兩邊都是玩這個隊伍 那個效率應該就會高非常非常多 不會是真的可以跳吧 會不會因為這一點可以跳 就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東西來 感覺是可以有什麼 但是應該是不划算的東西 沒有錯 好我們這邊離開一下 真的假的 來 而且我是用練習模式欸 如果是練習的話 這不就是無限洗的意思嗎 對啊 來這個看一下 可以欸 練習模式是可以的 剛剛不是56片嘛對不對 應該不是50片 應該不是50片 哇 哇 啊團 好好好 好吧 發送boss應該是不行的 這邊根本就不是用自己的骰子啊 對啊 根本就不是用自己的骰子 這個就絕對沒有辦法了 所以隨機團隊挑戰 應該也是可以啦 應該也是可以 只不過就是很浪費 因為這邊沒有意義嘛 你就是輸 這個PVP的部分 你也不能自己 幹嘛跟幹嘛 所以還不錯欸 團隊副本可以用欸 發現了一個奇妙的地方 等一下 那該不會AI也可以吧 那我調第一 我調第一階段 啊我用練習 啊我自己來就好啦 不是吧 不是吧 認真 我這邊第一關沒有任何東西 我們等一下 我們剛剛是50嘛對不對 拜託拜託 趕快來一下 趕快來一下 我現在有點興奮 而且他有對方按殺幫我殺欸 可是他一關只有10分鐘而已啦 有點慢 我也沒有辦法讓這個速度慢下來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就是極限 這還蠻不錯的欸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馬上要被改掉 反正一來沒有用 二來也不知道在幹嘛 啊我的禮物也沒有出來 這到底在幹嘛 好第二回合 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加速到禮物跳出來 因為你看現在沒有回合出來 我要等前 這一局影片會拍到太久 有了有了 剛講完而已 馬上就出來 好啦 那對面就可以開殺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到底在幹嘛 好會跳嗎 會不會跳 唉唷 這邊就不會了 還是因為這是練習的關係 就不給跳 對吧 看得出來啦 應該是沒有跳了 對 那 團隊那邊可以跳 那團隊那邊 大家自己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而且是練習 好啦那我這邊用一下挑戰 看一下挑戰有沒有辦法跳 那一開始的話 我直接給錢好了 給錢會比較快一點點 沒有 沒有給錢的話 我就會比較麻煩 來選擇他 那我們就直接上 給錢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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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階段是六卡片 六卡片的話 4624 也還蠻多的 然後直接給我了 來 如果我今天 不是用練習 直接用挑戰的話 AI也是不給 團隊那邊絕對是Bug 團隊那邊應該就是Bug了 沒有錯 不用想了 不用想了 我們已經第一回合過去了 他還是沒有任何的錢出來 然後該不會 等一下就要打王了吧 我現在只有四顆 還不用打王 好 過了這麼久 應該是沒有任何意義了 對 直接出去吧 不用管他了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點數只有50點 好啦一樣啊 只有我們的團隊模式 可以這樣子洗 可是團隊模式這樣子洗 有意義嗎 欸我覺得應該是沒有意義才對啦 OK好啦 以上就是咱們的 禮物骰子的基本玩法 加上一些奇怪的東西 好啦之後呢 我們再PO個幾隻 他的刷圖方式啦 就像是 極限刷圖 現在應該速刷 應該都也不需要了吧 從以前到現在 這應該是第四次還是第五次 甚至已經好幾次 這個活動算是最早期的活動了吧 對啊 元老級的活動了 OK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跟他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啊 掰掰 1 2 1 2 2 2 3 3 2 3 5 5 5 6 5 5 6 5